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剛 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22歲是什麼樣的年紀 22歲是一個花樣年華 22歲有許許多多的事情 你的人生也即將要開始 這個時候你要展報你的夢想 希望你的未來呢 你是一片的光明而美好 但我們看這畫面當中 這兩張照片 她是誰 她是莊凌雲 莊凌雲在這個週休假期 我們聽到了一個噩耗 她是個年輕的歌手 但她卻離開了人世 為什麼 這麼年輕 為什麼就離開了人世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歌唱選秀節目出生的 22歲女歌手莊凌雲 疑似因為工作家庭壓力大 昨天下午回母校墜樓親身 今年1月莊凌雲和父親 才一起上節目透露這件事 我在學校的走廊上 然後就被罵說 臭婊子 就只能我吞下去 後來到後面是我就說 我不想去上學了 我爸就發現真的有問題 然後我就真的忍不了就告訴他 莊凌雲自曝在高中時期 曾遭到學長姐霸凌 現場唸了一封給爸爸的信 而且凌雲她又剛好是在擔心 家庭總長大 那我們相依為命 所以其實我希望學長姐 能夠代替我來照顧她 吐露心情更因為怕爸爸擔心 很多事情藏在心底 莊凌雲的表白 讓全場紅了眼眶 其實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現在我很幸福啊 我很挺高興 現在你也過得很好 我們兩個一起互相陪在彼此身邊 其實莊凌雲過去參加選秀節目時 被網友抹黑批評 和另一位歌手 勝利安實力不夠 卻能夠順利晉級 是因為節目內定 在網路上遭到網友攻擊 年僅22歲的莊凌雲 人本應該在舞台上揮灑著 屬於她的大好青春 現在只能追憶 盛美姐 看到這個畫面 看到這樣的新聞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莊凌雲她的家庭來說 是個單親的家庭 他們家裡面呢 她跟她姐姐還有爸爸 他們在家相依為命 但是呢 後來壓垮駱駝的最後那一根稻草 卻也是因為家的問題 沒有錯 其實在聊莊凌雲的故事之前呢 我小小講一下 我剛要跟立剛一起 在這個節目上分享的時候呢 我突然接到我家裡人打話給我 那因為我已經嫁出去這麼久了 我家很少主動打話給我 所以你知道通常我們這個年紀 到我們這個時間 如果看到家人打話都很緊張 我想說天啊 我媽該不會摔斷腿吧 哎呀天啊 該不會我妹出什麼事吧 你知道心裡就有小劇場 好緊張 你會想到很多人一直的畫面 就開始在你腦中呈現出來 然後我趕快打電話回家 一直都沒有人接的時候 我就超緊張的 剛剛 後來終於接了 我媽接了電話 跟我講說 你一半天要不要回家 然後我就說 一半天為什麼要回家 一半天你生日 我說 我說我嫁出去那麼久 你們從來沒有幫我過過生日 沒有 然後就覺得哎呦好驚訝 可是這女兒的心中的這種窩心的感覺 在那個時候就呈現出來了 我覺得不論我們在外面多有成就 或受到什麼挫折 家永遠就是我們最後的根 所以家裡一定牽動我們很多情緒 說實在 可是莊玲她的話 就是因為家裡面 那時候她姐姐懷孕了 要回到她家裡面 家裡面的擁擠之下 而她跟她爸爸之間 產生了一些小小的衝突 但是她相依為命的爸爸 是她心目中的最重要的那棵大樹 但卻這棵大樹在這個時候呢 做出了一些行為 她覺得心裡面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解她沒有辦法解 所以呢她到了學校去找了老師 但仍然沒有辦法把它化解 那心中最後的那個疑惑 而壓垮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 就這樣子把這隻駱駝壓垮了 所以我認為對莊玲美眠來說 她心裡面那個最沉重的傷痛 應該還是她家庭的問題 不過龍捲駝的朋友們 我們今天其實要聊很多很多 不同面向的家庭 不過我們今天其實並不是聊八卦 我認為我們聊的其實是 她的人生故事 然後要告訴大家 那她我相信這個妹妹 還是教會我們很多人生的功課 其實我一開始也就是看到 喔 森林之王出生的女歌手 然後跳樓青森 我看到是一個社會新聞 那當時只是看過去想說 欸 我注意了一下 哇 她只有22歲 這麼年輕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龍捲駝的朋友們 可能你也沒有特別去關注是 因為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可能都聽的是什麼 費玉清的歌 可是你知道莊玲雲 她很可愛 她在森林之王比賽出道之後 她有出過專輯 她的歌聲很空靈 然後很有特色 就像剛剛在影片當中 你會看到就說 喜歡她的人就覺得她好棒 當然不喜歡她的人 給她很多批評 可是這個妹妹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是她都會以笑致致 你看喔 她才22歲欸 人家用這種可能比較羞辱性的字眼 去形容她的時候 她就咳咳咳咳咳就笑了 就表示她是一個 至少我雖然我不認識她 我對她也不熟悉 可是她是一個蠻陽光的女孩子 我們在畫面當中看到 都是一個非常陽光的一面 對對對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先還原一下 就是前幾天 她先回到了她的母校 她的高中的母校 她找了她的老師 跟老師談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她就從母校10樓 圖書館的地方就墜樓了 墜樓親生 然後她的爸爸媽媽 接到通知來到現場 當然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一個已經有發行專輯 有些知名度 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孩 她是花樣年華 那為什麼會選擇親生 那我們就拼湊了她的人生故事 原來她心裡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黑洞 那這個黑洞當然就來自於 從小她有一個姐姐 所以她的父母親就是有兩個女兒 然後因為父母親 因為早年可能婚姻生活有些狀況了 然後他們離婚之後呢 媽媽就自己獨自的生活 然後爸爸就帶著姐姐跟莊凌雲生活 然後在成長過程當中 我相信這個小女孩是很想念媽媽的 然後他們有分配 我甚至看了一個很仔細的一個協議內容 他們甚至有單數的過年跟雙數過年 好像因為過年就除夕就只有那一天 因為除夕要大家團圓吃年夜飯 那到底要跟誰吃那個團圓飯 就按單數跟偶數來算 比方說這個單數的時候就是 我們就跟爸爸吃團圓飯 可能是偶數的時候跟媽媽吃團圓飯 那就這樣子在成長過程當中呢 恐怕他們相互之間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再來就是說甚至於莊凌雲在比賽當中 各位都知道人生的第一次曝光很重要 他的比賽當中他甚至都是爸爸去看他比賽 那他沒有讓媽媽來 就是因為怕說爸爸跟媽媽一碰面 恐怕又會有一些尷尬或者是一些壓力 你看這孩子有多貼心 一直到他最後那一場比賽 他就跟媽媽講說 他知道自己應該是拿不到冠軍 然後有一些壓力 他就跟媽媽說那你能不能來 他的最後一場比賽 那你就知道說連比賽他都會分配時間 讓父母親錯開來 你看他心多細 他會想到這麼一些小的地方 然後是顧慮到他父母親的心裡面的感受 可是你知道22歲的他出了專輯之後 他要面臨的就是工作經濟壓力 還有來自家庭的一些壓力 什麼壓力就是他跟爸爸一起生活 那他的姐姐呢已經懷孕了 所以去年其實他跟他的姐姐一起上節目 他還講說姐姐已經懷孕了 其實他們兩個姐妹倆都很漂亮 也都很可愛 然後姐姐懷孕了 可是姐姐恐怕也是有一些經濟上的考量 所以姐姐跟姐夫就搬回到家裡面 變成說莊玲要跟姐姐住一間房間 雖然姐妹倆可能從小會一起吵到大 可是畢竟大了之後 他們都渴望自己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這些心情我們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只知道莊玲雲有去跟爸爸抱怨說 為什麼我現在又要跟姐姐一起用這個房間 那生活習慣各方面都不太一樣 爸爸會跟莊玲雲講說 你就不能夠體貼一點貼心一點 諒解一點嗎 那顯然姐姐有姐姐的一些他的壓力 所以爸爸就斥責了莊玲雲 可是對這個莊玲雲來說 他已經壓力很大 爸爸又不能夠體諒他 所以當天發生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是爸爸就打了他一巴掌 打了他之後呢 這個妹妹很傷心 他就回了房間 結果爸爸很氣 在暴霧之下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去特別責怪爸爸 因為爸爸當下也很難做 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 對 姐姐是他女兒 妹妹是他女兒嘛 難免 所以爸爸其實又追進房間 又再打他一巴掌 所以莊玲雲當下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還跑去派出所 他能夠跟誰求助呢 因為媽媽畢竟在比較遠的地方 他就到派出所去報警 然後就家暴 這就是要告爸爸家暴 對爸爸來說 因為這件事情傳出去 當然家族的親戚 尤其他姑姑也不能諒解 後來莊玲雲又到媽媽那邊去 媽媽有安慰她 而且媽媽有跟她講說 要不然你就來跟媽媽住嘛 好不好 跟媽媽住 至少也可以暫時先隔離 我認為媽媽當時真的很想幫莊玲雲 你知道這女孩有多貼心 她沒有去投靠媽媽 是覺得如果我在這個時候 去住在媽媽那邊 那我跟爸爸以及姐姐永遠決裂 我不要 因為這個家是我還是要的 你看她貼心 為什麼這個孩子這麼的替別人想 你知道替別人想的結果 就是壓力都在自己身上 全部她自己要承擔這個壓力 那個最後一天是媽媽有勸她 而且有一直跟她講說 你就來媽媽這裡 然後又勸慰她 然後那個最後母女的相處是 莊玲雲還跟媽媽講說 你可不可以叫我做那個乳排骨之類 就是兩個人 母女是一種尋常的對話 到第二天 這個莊玲雲跟媽媽講說 她要去學校找好的老師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有的時候 這裡都是事後想起來 也是很悲傷 莊玲雲要離開媽媽之前 還跟媽媽抱抱 然後就說拜拜 然後就出去了 出去的時候 我認為母女連心 因為莊玲雲離開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媽媽想打電話給女兒 我覺得她是知道不太對勁 可是在打的時候 莊玲雲沒有接電話 所以留下了很大的遺憾 因為媽媽甚至後來 非常非常傷心 覺得說一接到2號 警察通知的時候 媽媽很難過很難過 就想說 如果她一直奪命臉環扣 是不是有可能 有些事情就可能會這樣子的改變 是不是 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就是跟老師談完話 然後莊玲雲非常的傷心 最後一通電話 是打給她自己的男朋友 講完十幾分鐘之後 她就殞落了 那個當中 有沒有可能 如果媽媽再打個電話給她 是不是就改變她的命運 你知道那是一個蝴蝶效應 也許我們今天就不需要 再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媽媽好傷心 而且在警察通知媽媽 然後後來他們要去驗大帝的時候 媽媽還 你知道媽媽很悲傷 一直問說她這樣子會不會很痛 你知道那種母女連心 然後我們就不再多說 我相信父親跟母親都非常傷心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也有這麼大的女兒 我都很難想像 我會覺得說這孩子太貼心了 然後太把問題都往自己的身上去攔 可是有時候心中的那個結 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跨過那一步 或者是人家常說退一步想海闊天空 如果沒有當下你沒有退一步想的話 可能你那個時候你就讓你自己的心情 又一直沉落在那個最低潮當中 有時候改變一下心情 其實還真的蠻重要的 而且這個莊玲雲妹妹 我知道你現在已經變成了蝴蝶了 而且你現在變成了天使了 可是你知道你這樣子一躍而下 多少人傷心呢 包括你看你曾經的導師蕭敬騰 還有林佑嘉 他們都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他們一直認為 你就是他們心中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把聲音 這個聲音很值得唱出情歌 唱出大家的心聲 可是現在變成了絕唱 那說實在就非常傷心 然後這幾天大家也會去回顧 莊玲過去在節目上的一些表現 包括我剛剛講了他出這個專輯 跟他比賽的時候 還是有些無情的一些網友 或酸民會批評他 那莊玲雲被網友批評 他也會說我很氣啦 很氣自己拖累家人 因為你知道現在網友真的很無情 就是不但批評他個人 還會去根據他的IG 去抓住他家人 比如姐姐 爸爸 媽媽之類的 你們真的幫幫忙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真的沒必要這樣 可是我還是勸所有的這些年輕學子 如果說你在要走上演藝界這條路 或者是你要變成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 其實像這種在網路後面的鍵盤手 你不要真的太在意他 因為你太在意他的時候 你心裡面的自己的壓力 就會變得非常大 你如果你只要做好 你自己該做的事情 而不要因為這些背後的鍵盤手 只隨便寫了一些字眼 你就去care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你當然你就會心裡面的壓力 跟心裡面的這個負擔 甚至一個負面情緒就會越來越嚴重 奉勸所有的這些學子 如果你真的要踏入到一個演藝界 或者一個 變成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 這些事情你要能夠放得下 你能夠放得下 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的 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立剛 我覺得你今天真的有感而發 不過我們再提 因為我們看著這個在我在新聞台待了這麼16年半 很有感觸 看了這麼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本來人生起跟落 你用平淡的心情去看 其實是最恰當的 那平常心不就好好過日子啊 可是莊玲營過去他也就是上了好幾次的 當然我們也這把年紀了 所以我們我們對人生的看法來說 我們可以很平淡的看 可是年輕人剛出社會 他的社會經驗歷練不豐富的時候 有些東西他就會被套入那個圈圈裡面去 那我在這裡啊 我也扮演一個這個訪問者 立剛你怎麼去化解這些壓力 你也會嗎 就是說是不是有一些不論是新聞啦 或者是有些算民也會去攻擊你的時候 你都怎麼去看待啊 哦 那個的話 其實你看就像我們以前龍捲風 我們這八年半來 在紅仲秋暗的時候我們是神 那到了太陽花的時候呢 後來澎華幹不就因為那個好症好殺 然後就被有些人就是刻意 把他抹成了這個物化女性 那之後呢就一堆人在攻擊啊 可是像我自己的處事態度就很簡單 我即使那個時候人家在紅仲秋暗 把我們當作是神一般 我還是平常心去做我自己該做事 我不會覺得因為這樣我覺得榮耀 那到了太陽花的時候 雖然人家都說哎呦你們怎麼樣怎麼樣 那問題我還是用平常心去做這些事 我完全就是照我該做的事 該走的步伐該走的腳步 我一步一步走 這樣子你就不會被任何不管是榮耀 或者是被人家侮辱 或者是被人家給侮蔑的這些個心境 去影響到你自己 我覺得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要做到這樣 你反而你可以坦蕩蕩 平常心去做你自己 那立剛你會一個一個去看一些 就是粉絲的留言嗎 粉絲留言我是會看的 有些東西的話他能看就是 我有時間我一定當然都會去看 看看他們究竟寫些什麼 但好的東西鼓勵的 那我們就謝謝他 那不好的東西 的確他建議的不錯 我們就改進 可是如果是謾罵 或者是一些很無厘頭的 這個污衊的話語 你不要理他 不要去在乎他 你心裡就很平靜 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我最喜歡龍捲風是因為呢 很謝謝你們喔 因為每一次我們播出的時候啊 我覺得這些網友們都非常非常的熱情 而且非常的溫暖 然後不論這個話題你感不感興趣 但是他們都永遠就是嘉義 就是給力 好我們再來就講莊玲雲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提到這個事情呢 我們還是覺得說 當然就是立剛說他只有22歲 恐怕就是在消化這些 不論家庭工作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可是你看在節目上面 我們還是覺得 你看在節目上 他跟他爸爸之間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種感覺上節目的時候 這是在我們中天同學來了 他請爸爸上節目 當時呢我覺得這個孩子讓人心疼的是 他還親筆寫了一封信給爸爸 因為他心裡面其實對父母親的離婚 一直有一種壓力 你知道有些孩子會認為父母親離開 是因為自己的錯 孩子的錯 可是爸爸告訴他不是你的錯 所以呢他就說他一直以來呢 就很擔心爸爸會怪是他的錯 但是爸爸說從來不是 然後他你知道他就哭喔 然後一直說他很謝謝爸爸 然後也很感謝爸爸對他的一些支持跟加油 哇那一集真的看得很感傷 然後也很感人 尤其父女之間在節目上解開那個心結 你還是覺得就是一家人啦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孩子 所以我們在同學來的節目裡面看到了他跟他父親的這樣子 在螢幕在螢光幕前面的這樣子面對的一個畫面 我們還是覺得哇好心疼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我剛剛提到他跟他姐姐一起上節目的時候 他還講說小明星大跟班 這幾件事我們中天的節目 然後也提到說姐姐懷孕了 然後姐姐就說啊你怎麼可以說我的秘密 其實這就是一種就是你知道 就是姐妹之間的一些小秘密 當時你看到這一段的時候你還是覺得說 這兩個就是彼此很貼心啦 因為你可以想像他們兩個相依為命長大 那種感情真的不是我們能夠去想像跟討論的 然後這幾天當然很大 大家都要討論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莊凌雲的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他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透過網路上這一封信 大概有講一下了 包括就是說的確就莊凌雲壓力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姐姐搬回家住之後 他也有一些他的壓力 包括這個空間 所以其實他也沒有怪姐姐 他意思說他想要搬出去啦 其實我們看起來 這都不是一個多嚴重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就是我們也要體諒莊爸爸 因為爸爸會覺得說孩子才22歲 你知道女兒雖然22 在爸爸眼中他還是給他小女孩 所以爸爸恐怕對自己的女兒也有一些捨不得 他不讓他搬出去 其實從頭到尾他沒有太多的問題 恐怕就是一些心結難解 然後講到 當然我們今天我強調了 我也在很強調 我們不是討論任何家裡的隱私或八卦 我們聊得其實是這個小女孩的人生故事 還有請問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給了我們很多 雖然他的生命很短暫 他就出了這張專輯 可是他唱過的歌 我相信你看過《森林之王》 你應該都對他的聲音非常的有影響 包括為什麼呢 這首歌《下次遇見再相愛》 我一定要唸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講 有的時候一人唱歌 他的歌詞裡面就隱含了很多的玄機 對 這首歌呢 其實是電影《說不出的告別》裡面 中文宣傳曲 然後他的歌詞說 愛怎麼走到這一步 猜想不起哪裡迷路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就在講 莊凌雲的心情 哪條街哪棵樹回憶成物 愛與不愛像是平衡物 啊我不能再唸了我真的會哭 身為媽媽的我我真的會很難受 然後中林雲其實在《森林之王》裡面呢 他有演唱這首盧廣眾的《幾分之幾》 這首歌前面呢 也有一段歌詞是 在每個人生命中都有那一個 離開了我們生活中的那個人 但儘管他離開我們 他永遠是我們生命中那幾分之幾 獻給大家 還有天上的他們 啊 中林雲這個小妹妹 我覺得你真的留了很多 很豐富的歌詞 因為剛剛他念的這一段就是他唱之前的一個導演 對 所以 但這個導演當中你不覺得這樣的意境跟這樣的感受 可是也就呈現了他這個歌手他心中的一些心境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今天為什麼選擇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就是說 生命真的沒有過不去的凱恩 就像剛立剛哥說的好不好 因為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美好 對啊你看他當時在講到說的那幾分之幾 他現在已經變成我們生命當中的幾分之幾 那除了莊麟雲之外呢 我們來講這個同樣也是生靈之王 但是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為什麼呢 有一個金曲新人王的得主 這個歌手叫謝正廷 他突然一下就爆料說 當然他就會罵了很多的一些言語 就是說其實啊 那個曾經得過生靈之王的某一屆的冠軍呢 這個人他沒有指名道姓 他說這個人他以前在念書的時候就在這個學校裡面 害得那個學校裡面的樂團的一個女主唱輕聲 他就留下了一些就是伏筆 包括就是生靈之王的某一屆冠軍 然後他有一個專輯有一個歌裡面叫噁心 哎呦拜託這樣一找不就是這個人嗎 叫李友廷 為什麼因為他的確有一首歌噁心 然後李友廷過去的確在這個學校 因為這個學校也是我的母校 那這個學校裡面的確當年有一個樂團 然後當年很轟動發生一件事情 是這個女生輕生了 而有一個說法是他當時交往的理性男友 他們之間的感情出了一些問題 理 不就是李友廷的理 到底是不是呢 李友廷的經濟公司就有回應了 就是說這都是預測 而且不希望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誤會 也就是說他沒承認沒否認也沒有說清楚 因為其實這些事情已經七八年前好像也說不清楚 但有一件事情能說清楚 什麼事 這就是八卦了 你知道要抱別人料的時候 就像你要刮別人的鬍子 要記住自己的鬍子也要刮乾淨 謝正廷馬上就有人講了 金曲新人謝正廷呢 你是不是也劈腿啊 之前來這裡有沒有 之前被人家爆料劈腿 然後謝正廷就說這不是事實啊 這是個誤會啦 就開始解釋 不過呢我對謝正廷是不是劈腿呢 我也沒有興趣知道 但我想知道是 對啊你再抱別人的料的時候 要注意哦 你知道這年頭呢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發生任何事情的都Google得到 好可怕啊 這個世界 不過話說回來啦 各位也知道 剛剛立剛已經講了 其實成名這件事情呢 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當你覺得說你每天都出現在 螢光幕前 每天都出現在媒體面前 你就很高興很爽 我可以不講爽這個字 可以可以 你很高興對不對 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你就別跌交 因為你一旦跌交 你有多受歡迎 你就多令人討厭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超爽的 這就是一個相對論 因為我覺得很公平啊 是不是 你知道以前范冰冰 白冰 范冰冰 范冰冰 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呢 就是個wine 大wine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要讓人家有談資 談話的資料 意思就是說 我有這個高度 就會讓你們有談論的這個焦點 那也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要付出的代價 大家懂嗎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呢 拼命賺公眾財 可是呢 當你一出事的時候 就會拿各種理由 來說東到西 這也怪怪的 我要說誰呢 叮叮叮叮 要說 這個我就不用再幫大家 前情提要了嘛 對不對 立剛 你也知道 這個倒背如流啦 上個禮拜的時候 這個吵了一整個禮拜的時間啦 那我知道 你們要問我什麼 因為呢 在直播的這些粉絲們 就會問說 好 到底會不會離婚 好 那現在到底演到哪裡了 好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大家有點搞不清 又怎麼回事啊 因為到了這個禮拜六日 有人又在說到 哎呀沒想到這個 Yokohama的大股祥品 好像 是 對 才是生猴龍 對 萬萬沒想到 怎麼禮拜六 看到這樣的訊息出來了 你覺得呢 不知道 我覺得有可能 也有可能 他會不會是賣了資料訊息給日本的媒體 但他為什麼幹這件事呢 但他如果幹這件事 他是對扶元愛有什麼不滿嗎 可是那這樣的話 那你不是太堅了一點嗎 那還是就是說 你想出道嗎 難不成這樣子 對你自己還有什麼是利多嗎 而且那個房間費是誰付的 你付的嗎 我們先講說發生什麼事 第一就是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沒有進度 因為上個禮拜呢 就傳出來說扶元愛 好像這禮拜會回來 看起來也沒有 而且如果要回來 好像也要先隔離啦 會不會回來不清楚 所以目前扶元愛的動向不知道 但有件事情知道 就311大訂正的那個慈善的影片 然後有一個回顧的影片 那扶元愛他有錄了一個這個影片 但這個影片現在下架了 就像江洪捷幫我們的防疫中心 也弄了一個海報 海報宣傳的也拿掉了 但是防疫指揮中心說 那個時間到了會壞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麼巧就時間到了就下來了 總之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什麼事情 平常我們打開電視啊 一下叫我們買冰箱 一下叫我們買冷氣 一下叫我們買車子 還有基金 這些怎麼好像最近都沒看到 什麼雜不見啦 對啊 我這六日都在看 怎麼都看不到這些廣告 我以前每次看廣告 我都很生氣 想要轉走 因為想什麼轉來轉去 可是我昨天經過那個家電的那個門口 他還是掛著扶元愛的卡棒在那裡 來不及拿下來 哦哦哦是這樣子 你只是你經過嘛 對不對 我剛好路過的時候 如果連那個人性獵牌都拿下來了 太慘了吧 還是說忘記拿下 這我不知道 好 我們我覺得這是公平的 因為你們之前呢 也發公眾財 也發的蠻厲害的 也就是賺了這麼多的廣告費 所以現在你們被討論 我認為也是應該的 所以你不要再 那我們說我們討論人家隱私或八卦 不是這件事 因為他們的確也就是公眾形象 經營的太好了 那現在就是第一件事情 這個影片下架 第二件事情 扶元愛自己到日本去幹嘛 因為他去日本東京 是成立自己的公司 他的公司 因為我們知道 他出生的是日本仙台的這個工程師 就是說他的家鄉 那他是準備做一連串的慈善 或者是就是振興這個桌球的運動 這一類 因為仙台那邊在33億的地震的時候 遭到比較大的一個的災情 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好 謝謝你 然後哎呦你幫我補牆 我不足夠的地方 我只知道是出生在仙台 現在就是說 因為他自己有兩個小孩 所以他也想要開幼兒園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幼兒園這個事業 也蠻豐富的 現在都很需要 可是 可是什麼 日本的媽媽說 說什麼 我們幹嘛把我們小孩交給他 一個會把自己小孩丟在台灣 然後跟人家去房間過兩夜的媽媽 我們怎麼會把小孩交給他的幼兒園 那沒想到這負面的影響 在日本正在發酵當中了嗎 我認為他會起不來 因為日本又比我們對這個所謂的 疑似不倫是非常嚴格的 幾乎是很難再從谷底起來 要翻身不容易 尤其是女性 還有最重要的事是 你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老公小孩 你媽都在台灣 那這個印象連結之後呢 你做什麼事情都不行了 那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救你們 但是我有個哭手啦 就是說你知道這幾天啊 大家都你知道現在 這個公眾人物做什麼 大家都不相信 都覺得反正你們就是假面嘛 假面類似這樣 很多人就說 如果都認為是假面的時候 那你真的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了 可是他們該不會是 為某個廣告鋪陳吧 蛤 真的假的 這樣子還能為廣告鋪陳 什麼廣告能夠這樣鋪陳 空氣清淨機 登登登登 把你家髒翁器全部消除 真的假的啊 或者是一個偷拍 就家裡面放了那個 那叫什麼 大米小米那個啦 有沒有類似那樣的 有沒有可能 但這樣代價也太高了吧 不會啊 如果你用一翼叫我代言 我可能願意喔 不好意思我們哭手 我們歪樓啦 你不要相信我們啦 總之 我是想到那個家電 有空氣清淨機 真的喔 當然人家都已經把他廣告撤掉了 我們沒有講哪個牌子喔 下次希望他找戴立剛代言 好不好 謝謝 你找立剛代言的話 你就可以來上我們龍泉風囉 然後我們就會把那個東西拖到現場 告訴你怎麼用 沒關係啦 有些事情笑一下也就過了嘛 扶原愛過去 我想光明磊落地被看見 你現在是真的光明磊落地被看見 而且我認為我是相信 有可能那個橫濱大鼓祥瓶出賣了他 因為那個拍攝的內容啊 太詳細了 太詳細了 每個點 每個時機點 包括那個 狗仔怎麼跟得都這麼巧 狗仔沒拍到一張照片 是扶原愛拿冰淇淋 給那個橫濱大鼓祥瓶吃 你確定是沒拍到 還是說只是要放下一期播放 看出 有沒有可能 你比我厲害 我覺得立剛的腦筋比我好 你以前不是狗仔頭嗎 對啊 但是這裡面有一些秘密 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講 因為我覺得這當中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魔鬼的細節在裡面 所以我認為還有未完待遜 所以這裡面還有戲要演下去囉 當然 但是話說回來呢 各位我剛剛講了 反走過別流小痕跡 所以有一種愛情叫做小潔與小愛 這是最近大家在討論的 小潔與小愛的愛情 就有十大金句 我就不需要再念了 因為我怕你們一邊吃宵夜 一邊看的話呢 容易胃疼 不過我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沒有因為碰到困難就逃跑 才是真愛 哇 小潔已經讓我能自然地哭 自然地笑 哇 好啦我不要講了啦 你胃會痛我知道啦 各位記得嗎 幸福三重奏 他們兩個上那個節目的時候 還說親一百下每天 對 有啊 上禮拜大家都在放這個影片 我跟你講 放了好久 我跟你講 好多天 你要結了婚的夫妻 要親一下都很困難 我覺得那個 不會吧 你現在還會親老婆 會啊 哇 每天啊 哇 對啊 你不會嗎 親的是老婆不是女兒 是老婆 我女兒親我老婆 真的喔 對啊 你親一下一天 不只啦 真的喔 幹嘛在這裡揭秘啊 真是的 不是 我不是要接你的八卦 我是說 你知道夫妻之間啊 夫妻久而久之 就是也不講禮貌 我製作人在耳機裡面 居然跟我怎麼講 你知道 他跟我說親老婆一下 親小三一百下 哈哈哈哈 製作人在講哪 那個小三三女兒啦 這是什麼 跟什麼 不是 我們是很嚴肅 討論這件事情 你不要嚇壞我們的粉絲了 但是立剛 很棒耶 那本來就是 感情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樣才能長長久久啊 是不是 就是回家親一下 出門親一下 還是就是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麼細啊 不是 我覺得 我沒有要窺探你的隱私 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呢 什麼人都看過了 像小潔小愛 為什麼有一種愛情 叫小潔跟小愛 是因為 有時候愛得太高調 然後喜歡 一直告訴大家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感情 你說在節目上那個呈現嗎 對 那個感情會讓人家覺得是 是根基不夠厚的 是應該有問題的 那我欣賞立剛 是因為立剛從來 我要強調 他都是被我逼 他才會講 我都會逼問他 他才講 他從來不主動 講他的私人生活 這是對的 我為什麼要告訴全世界說 我多愛我老婆 因為那樣的男人就不可靠了 像這樣子 你知道 要一直被人家一直逼問說 他才偶爾講一下 這就是真男人 你講到逼 我們就來講講英國皇室 那個是每天 你們這些媒體逼的 逼得很慘耶 這人轉移話題 他怕我自己轉回焦點了 他怕我繼續問 我跟你們說 你們要提醒立剛 下次還要找我來 免得我從此消失 因為老師問他的問題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當中 是要告訴大家很正向的事情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是這樣 我越來越覺得我們 你知道最近有人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台灣社會缺乏愛 你覺得是真的嗎 大概因為社會環境的關係吧 對 因為我們已經變了就是說 我覺得這跟領導人也有關係啦 他告訴我們 就是很現實的一些事情 讓我們開始 對這塊土地沒有信心 那我們話說回來 我們就不要去領利這些人了 我對領導人也很失望 可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有愛的 可是你這樣講的話 那英國的皇室 不是現在這個時候 有一對夫妻對他們英國皇室 根本沒有像經歷了 所以他就不再入在英國了 他就跑去了 搬到加州啦 放上去講talk show咧 但是我覺得這必然的 因為本人是戴飛的粉絲 所以我從戴飛時期 就一直去follow英國皇室 我一直不了解就是說 因為幾十年以來 也一直有人在討論 為什麼皇室要存在 因為皇室其實花了 英國人民納稅人的錢 非常非常高 因為這是很高很高的費用的 然後要維持他們的尊嚴 然後一直有人在討論 是因為那他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又不是英國人 我不需要討論這個 當然這個他們就會變成很多八卦 跟隱私要值得大家討論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梅根跟哈利 他們其實 第一他們宣布 他們就是退出英國皇室了 什麼都不要 然後就搬去加州 那我也在好奇說 他們遲早會出賣八卦 要不然請問他們靠什麼為生 可是那王室裡面都是他的親人 他出賣八卦 你不覺得 真的 你是嚴肅看這件事 我不是這樣想 我想說 我的天啊 我的媽啊 你知道在台灣什麼人都能當名嘴 我的媽啊 現在在美國 王室都能當名嘴了 我們這個行業 怎麼被取代性這麼高啊 這個王妃現在變名嘴了 你知道嗎 他爆料內容比我厲害 比我精準 因為他在裡面看在你其中都知道的啊 天啊 他接受歐普拉訪問 那大家都知道 名嘴歐普拉可是厲害 可是他其實這個訪問應該都套好了 為什麼 你什麼能問 我什麼能講 什麼之類 我認為都說好了 那對英國王室來說 他也知道你要接受訪問 所以他也挫了一袋 他也在想說 天啊 你到底要講什麼 他只講一點點 我覺得英國王室就昏倒了 像梅根講了兩件事 我幫大家整理啦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告訴你們啦 我嫁進這個王室 我真的難以想像 我嫁進去之後 我竟然聽到 我老公回來跟我轉述 他老公說 哈利王子 就說回來轉述 就說王室的人竟然在八卦一件事情 就是將來我生的孩子 不知道有多黑 這不是我講的 他講的 我沒有任何種族的歧視 因為我們都知道梅根是非裔 然後英國王室的血統 我也就不用再贅述了 當然從遠古時期開始 當然都沒有有色人種 對嘛 沒錯 對於英國歷史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這樣 央格魯薩克森人 對嘛 所以就是說他們認為 央格魯薩克森的這個 王室的血統 也會被破壞了 然後其實你講這話 也的確很像梅根的信 那你是什麼意思 然後接下來他生下的 第一個是小王子 是兒子 雅契 沒有得到王子的這個認證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沒有王室的這一些 就是權利跟優待的話呢 他覺得對他的孩子不公平 尤其是這個顏色的問題 就讓梅根超火的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竟然跟絲襪有關 可是這個八卦我有follow 梅根跟哈利結婚的時候也是世紀大婚 畢竟你娶一個好萊塢的女藝人 這個你知道對英國王室沒辦法 哈利就愛上了 好不然就娶吧 那因為要結婚嘛 結婚之後一定有伴娘跟花童 花童是誰呢 那一定就是他哥哥的小孩 哥哥是誰呢 威廉跟凱特 威廉跟凱特的女兒 這個夏洛蒂公主呢 夏綠蒂其實已經 還長得蠻漂亮的啦 因為五歲吧 六歲 他是個小花童 那大家看的都只是八卦 就是啊好可愛啊什麼的 為了他 其實他們孤早之間就鬧翻了 為什麼 這算走禮走禮 這算走禮 但為什麼為個小花童就鬧翻了呢 英國王室規定 你只要穿裙子 你裡面要穿絲襪 拜託我都20年沒穿過絲襪 誰穿絲襪 在台灣那麼熱誰穿 那因為哈利跟梅根結婚的時候 已經初夏了 也就是說有點熱了 梅根覺得說為什麼一定要穿絲襪 不用穿了 他就規定這個花童跟他自己還有伴娘都不用穿絲襪了 不穿絲襪 那凱特是一個非常遵循英國傳統的人 所以就為了說要不要穿絲襪 他們兩個就翻臉了 可是翻臉之後因為凱特他的媒體關係很好 所以一直以來外面的說法這個絲襪門跟褲襪門這個事情就是說 說是梅根非常囂張了 氣哭了凱特 對 氣哭了凱特 所以媒體是這樣子寫的 可是梅根終於報仇了 他說什麼什麼我把他氣哭 是他把我氣哭了好不好 我也只是叫他不要穿啊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穿 結果他們就一直羞辱 可是對英國皇室的百年傳統來說 他們在服裝上面的這種限制跟要求 其實每一個步驟都是很嚴格的 那你剛剛衛視最近才知道 天啊 他們有各項的規定 第一 不能穿絲襪 你把那個腿露出來 你是挑戰的王室 要穿絲襪 不可以直接露腿 不可以不穿絲襪 不是 我只是看回一下我的腳 那不就不能穿涼鞋了嗎 是這樣嗎 就是說一定要穿絲襪 就是說你穿裙子穿絲襪 然後再來你也知道 他們不能穿褲裝 一般都是要過即西的裙子 那底下的那個小腿的部分要穿絲襪 是 如果你不穿 你就是挑戰了王室 我怎麼還好 好可怕 還好你沒嫁到王室 嗯 王室也不會要我吧 是不是 然後穿著不能太過性感 也是啦 婚後穿著不能太暴露 也是啦 不能露內衣 你知道有時候那個肩帶會露出來 有沒有 有時候不小心會露 不行不行 然後全黑會引起爭議 也是 你又不是喪禮 蛤 破洞牛仔褲不能穿 也是啦 我沒看過他們穿過 哇 有這麼多 還有 不能當眾秀恩愛 還有一件事情我絕對不符合 不能翹二郎腿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光這種笑聲 我想如果是我嫁進去 英國女王會提早 提早去別地方 還有 不能使用鞋背包 鞋背包也不行啊 蛤 哇 對啊 你知道他們就是手拿包啊 你會發現凱特就是日本人這樣子 日本女生最喜歡用鞋背包 而且我都喜歡這樣背 對啊 這不是很方便 這樣子不莊重 這樣子怎麼行呢 你要氣死誰啊 好啦 這是你們 這麼多的限制啊 這你們姑少的問題 這走理走理 好 因為這次呢 我在猜喔 他讓歐普拉訪問的話 不知道收了多少錢 因為我剛剛講了 他們已經轉型當這個名嘴嘛 對 那個費用應該蠻高的 為什麼呢 其實梅根也是很討厭這些媒體 因為這些媒體 一開始他嫁進黃色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凱特 然後凱特又會跟梅根比 所以你知道我看過一個八卦說 凱特跟梅根同時拿過一個花束 是一模一樣 凱特拿的時候就美若天仙 不不不講一些好話 然後如果是梅根拿的時候 就說什麼東師孝平啊 不不去講一些很負面的話 你知道有時候媒體看人呢 是大小顏的 不會用正常的眼睛看 我覺得媒體都需要吃夜黃素 然後呢 當然這個消息就是說 甚至於有些小報 因為跟梅根之間關係不太好 因為梅根後來乾脆就用天價 比如說他的訪問就給了CBS之類的 然後這些小報就會 一天到晚你知道我們人嘛 難免就會有一些醜照 然後這些小報就會 你知道這個腳好醜喔 比如說拇指外翻 你知道有 你知道模特兒啊 大部分都會拇指外翻 因為穿高跟鞋 高跟鞋就穿太久了 你知道全世界腳最醜的是哪一種人 模特兒 因為他們長期要穿極高的高跟鞋 可是其實對他們的腳的這個關節來說 其實蠻傷的 而且很醜 而且我們很多女藝人都去做過拇指外翻的手術啦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腳真的不能露出來 也很辛苦啊 為什麼不跟以前一樣裹小腳算 沒有好來繼續 最後的結論是我也不適合嫁入王室 我們就是 因為我主要這邊梅根的行頭 對對對 我剛剛 但是呢你回來那張 我要介紹一下剛剛那個蓮花的衣服 你知道凱特啊 我先講凱特 凱特過去曾經被這個爆料說 他其實都穿平價服飾 比如說ZARA他就穿過 就一些平價服飾 可是梅根另外另外那個接受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穿的是啾啾阿瑪尼 比較小啦 可能大家沒有看到 他穿的這一件可能要有幾十萬吧 然後他戴十二碗 然後上面是一個蓮花的圖案 你知道為什麼要講蓮花呢 因為在這個歐洲啦 在西方 他們覺得蓮花就是經歷了傷痛 然後重新再復活 原來這個東西都代表了一些含義在裡面 然後還說蓮花的種子呢 可以經過多少年呢 都不會壞掉 表示又說我到哪裡 我都能生根 哎呦難怪叫梅根 好吧我冷了 然後他手上戴的是卡提拉的手鐲 你知道藝人也都會帶大概二十萬左右了 那他的行頭 他不讓人家起來呢 哇 將近一百萬 包括了他的那個 他的一個鑽石手鐮 今天大家在注意這個手鐮 戴飛 戴飛 因為王妃以前戴的 最愛的一個手鐮 可是戴娜王妃又留下很多的珠寶 其實有給了梅根 也有給了那個凱特 這是往事的傳統 我倒覺得 好啦大家會覺得他很浪費對不對 哎呦各位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嫁進這個王室 所以他秀一下這些昂貴的行頭 才能顯出 他跟凱特可不一樣啊 那講到這裡 我覺得只要有王室都有公鬥啦 大家知道這個泰國的這個王室啊 這個公鬥可厲害囉 而且有一個統計數字 因為全世界有王室的還蠻多的嘛 因為北歐也有 可是日本的皇室 英國的王室 再到泰國的王室 可是你們知道嗎 泰國國王是全世界最有錢的王室 他多有錢我就不必講了 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到泰國去啊 比如說會去買一些藥啊 或者是住一些酒店啊之類的 或者你會去玉佛寺對不對 對 這些其實那個土地都是泰王的 哇 然後你覺得他現在沒有在經營嗎 有 所以你在那邊消費 泰王是收租的 所以泰王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包租公耶 真好啊 而且你知道嗎 對我們後面嫔妃一大堆 蒲美蓬 大家知道吧 現在拉龍宮的爸爸 之前曾經有民眾 因為我們都知道泰國的民眾 這我就要小心講了 反正我現在也不能去泰國了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下 你知道就是 其實泰國的民眾 對他們的皇室 是非常非常尊敬的 非常非常 不能詆毀他們 而且他們一直以來有個傳統 就是要送禮物給皇室 所以呢這個瓦吉拉龍宮的爸爸 就是老太皇 過去收到一個500多克拉的轉介 這麼大 哇 所以這還只是其中 跟額旦一樣 可是這只是其中一個禮物 就是民眾會送這個皇室禮物 是一個傳統 大家不要覺得很特別 就是他們會覺得是一個恭敬 那你知道這麼長時間以來 皇室光收到這些禮物有多少 所以我才會說他們是全世界 最富有的皇室 那因為不只娶一個太太嘛 會有好多個太太 那這些太太當然就會相互鬥爭 包括什麼 我們又要前情提要了 她有一個正妻 因為皇后只有一個人嘛 叫蘇提達 蘇提達過去呢 跟這個等於是她的這個貴妃 叫做施妮娜 兩個人鬥得可兇了 總之我就不用再細講了 施妮娜有一段時間 不是還去坐牢 後來從這個牢裡面出來 我記得我們之前龍玉瓏風講過嘛 哇 那那個時候太皇人是在國外 馬上就把他接到了歐洲去了 對他有多好 然後當時的大家就覺得王后 啊完蛋了 失從了 結果這一段時間呢 現在風向又逆轉了 王后呢又很光榮的回歸了 然後你看喔 這張圖就趴在地上 有沒有 給大家看 這誰啊 這是貴妃 施妮娜 然後有沒有 國王 王后 其實這很正常啦 本來你是貴妃 你又不是王后 所以你一定要對他們行大禮 而且是五體頭地的行大禮 那大家會就開始笑說 啊 施妮娜你失從 也不是因為王后在這裡 你就要對他們行大禮 因為本來的禮儀就在這種大場合上 還是要這樣子照規矩 可是你知道大家就會 小提大桌子去查說 在往事的一個紀念活動上面 那五個花圈上卻沒有施妮娜的名字 他們就說為什麼呢 有太王的名字 有王妃的名字 王后的名字 然後就沒有她 好像呢 最近呢 國王呢 就晉升了一些其他的人 這些人馬都是王后的 那就表示王后現在很得勢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施妮娜最近呢 就故意秀了一下 她身上呢 就帶了一個珠寶 可是她這個珠寶上面呢 我覺得好矯情 不好意思喔 希望泰國王室不要怪我 妳說這個嗎 圈起來這個 就是她上面呢 會有這個泰國王室的 過去的帝后的這些照片 就是老太皇啦 老皇后啦之類的 放在這上面 你把這些神主牌帶在身上 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搞不懂 可是呢 這個就很受用 因為國王會覺得 尤其是太皇會覺得 嗯 你不錯喔 你念之在之的呢 都是很孝順 我們的這個列祖列宗這個概念 哇 但話說回來 現在呢 泰國的王室裡面 王后跟貴妃不是鬥得很兇嗎 對 可是你只要後宮正環傳 看十遍 你就知道啊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泰皇會覺得很煩 你們就是鬥來鬥 我煩死了 我會找第三勢力 來跟你們相抗衡 為什麼 哪裡的第三勢力呢 因為泰皇又不只一個老婆 也不只一個正妻 他之前有一個老婆 現在算我們講哪一天 叫下唐妻 其實是她的前妻啦 之前不得寵 所以流放到國外去了 這個人呢 來叫做那個余瓦提達 其實最近有一個說法是 他有可能回歸喔 怎麼可能 因為他有兒子 所以是個王子 所以他如果回歸的話 那不得了了 所以各位不用沒關係 其實呢這齣後宮甄嬛傳 所以你說在今年2021年 還要繼續演下去了嗎 好煩喔 活該這些男人 娶一個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可是一個你又覺得 我都已經是國王了 可是國王會不會樂在其中啊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國王最喜歡幹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鬥來鬥去 其實不一定是國王啦 我覺得一般男人也覺得說 我有三七四七 然後你們為了我在那邊鬥爭 我會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男人的存在感 就建立在女人的心機上 你大家知道嗎 其實男人很脆弱的 很玻璃心的 他很怕你忘記他的存在 這就是男人了 但是我覺得這禮拜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達叔啦 這幾天 因為他們達叔是昨天的這個喪禮 3月7號 然後我有關注一下 是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那星野會不會去 之前一度傳出來說 星野是會送花籃 花籃是一定會送的啦 有可能是因為他在外地 可能趕不回來 那一度呢 達叔的這些粉絲就很生氣 就說如果星野都不出現 我們就要抵制你什麼的 喔 還好星野來了 我覺得那一幕 你們也不用算說 他在靈堂留了幾分鐘 什麼9分鐘之類的 我覺得他來了真的蠻好的啦 因為畢竟這一對 像師徒 像父子 像兄弟 像好友的關係 現在畢竟留下了一個遺憾 對 而且最後也沒有再合作 我相信星野能夠來 這個靈堂致意 對達叔來說 就是一個圓滿 好圓滿 這個告別式上面呢 大家都來了 包括我剛剛講的 星野來了 還有是張國榮 唯一承認的女朋友 女朋友叫毛順雲 其實毛順雲我也蠻熟悉 是因為早期 我們看很多的港劇裡面都有他 他算是第一代啦 香港的這個女丑的代表 有很多的這個香港電影都有他 還有他來自江湖這一部電視劇呢 當時 我孟達跟星野就是演父子 那這裡面就有毛順雲 毛順雲也來了 他已經是提到說 哇他覺得這個達叔的這個演技 非常的了不起 就得來送達叔最後一層啊 我也覺得人生真的是 然後當然有很多人就提到說 到底達叔現在有沒有 就是他有沒有留一些遺產給他的家人 我認為這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聊嘛 因為達叔其實就是那麼努力的工作 就是希望他的孩子們 他的太太都能夠過好的生活 他太太現在因為是在馬來西亞 所以達叔的這個最後骨灰 都會移到馬來西亞去了 所以最後應該也就是一個圓滿 我們怎樣講 而且他也留了太多的影片給大家 各位過了六日 六日繼續在九品芝麻關 有沒有 有看 然後我每次轉這個電影台 轉到的時候我都會看一下 雖然有時候看的不一定是前半段或後半段 反正有時候看一看就是笑一笑 這不是看一百遍 劇情都會背了 我說會再播一百遍 因為大家還是很想念達叔 所以放心 黃金右腳過以前又會播了 因為每次看每次都很開心 那還有另外一個人我也很喜歡他的戲 這是劉家輝 其實我之前就蠻關注他 是因為呢 我們都快要邁入這樣的年紀 如果年紀大之後你身邊還有誰 這很重要 劉家輝我先小小講一下他的故事 他其實本名不姓劉 他姓就是洗衣服或洗什麼的洗這個字 就洗米華的那個戲 香港澳門有蠻多人信這個姓氏 他小時候很窮很窮很窮 所以他家裡人可能是覺得說 也沒有辦法養他 有把他就是等於是送給了誰呢 是黃飛鴻的第三代 那因為他們姓劉 所以就他就改名叫劉家輝 然後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一開始都是電影裡面的替身 武術指導這個出身 然後劉家輝有非常非常多的戲 包括什麼呢 先給大家看這個 少林三十六房 你一定有印象 這是他全盛時期 而且我發現男生好喜歡看這個 少林三十六房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的這個武術非常經典 對 幾乎就是少林武功都在這裡面的 就是他的精華 所以這個戲已經拍了很久了 不過過年有在播 也有 有 再來就是唐伯蝴 求祥設計天也有在播 然後奪命殊身 1995年神雕俠裡面的金輪法王 還有還有還有 更年輕的朋友 你可能不是從 比如少林三十六房去認識 而是從追殺比爾 對不對 兩集裡面都有他 2003 2004 2003的時候 他在追殺比爾一裡面演的是強尼莫 但是2004這個我比較有印象 就是白美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老外的戲 但是這裡面 他的這個造型還蠻搶眼的 所以很多年輕人是從追殺比爾認識他 2008的仙劍奇俠三 這已經是他比較晚年的作品了 但是我小小講一下他的故事 我也是覺得蠻感傷 就是說 他其實這麼努力的在這個賺錢養家 也是因為要給他家人過好的生活 可是他因為你知道就是常常要練功這些 他有一次就是跌傷了撞到腦 那加上就是腦中風的關係 可是腦中風以後他的演藝生涯跟事業 就全部都受到影響了 半邊癱瘓之後 他就必須長期的躺在醫院 你知道他家人太狠心了 他的助理把他的錢都給A走了 大概將近200萬人民幣 200萬人民幣就800多萬了 對 將近900萬 可是800多萬對他來養病來說的生活上面 應該就有幫助 可是卻把他給A走了 可是雪上加上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 又把他錢全部都弄走了 那他不就變不苦無一的老人了 對 他的女弟子叫樊毅銘 所以這上面的是他後來的這個女弟子 常常去看他 而且他晚年基本上都是女弟子在照顧他 等於是他的家人都不在身邊 我必須講 其實老人家又老又病 然後又窮的時候 我就是人生最苦的一個境界 所以從最前面講到這麼年輕 22歲的樊毅銘 到後面的這個劉家輝 我都會覺得就是立剛哥剛講的 我覺得人生最後剩下什麼 剩下來就是親親 然後家人 不論你都有成就 包括你看像達叔 最後也就是落葉歸根 要回到他家人的懷抱 我不是說來勸勢哥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還在煩惱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看看他們的故事 就會覺得有的時候也是不勝唏噓 不過我們看到像這些老藝人的劉家輝 他們到後面在病榻上面 可是你看著現在的這個時候 整個網路的發達之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像福冤愛的這個事件 燒到現在 你覺得像以你這個狗仔頭來看的話 你覺得後面會有什麼樣一個發展 到這禮拜就會這樣子落幕嗎 還是說後面還有戲會演下去呢 當然要演下去啊 什麼叫當然要演下去啊 第一 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對小孩的媽媽來說 心裡面壓力多大 而且福冤愛的媽媽 愛媽還在台灣 這是一個尷尬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們到底是分或合 那總要處理吧 可是我認為短期之內不太會離婚 為什麼呢 我回答大家 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我們剛剛講了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廣告的合約時間都沒有到 所以這涉及到一個合約的問題 也就是說 也有很多記者來問我說 萬一有違約的問題 你知道名人 他們去簽這個合約 的確會有違約嘛 他會拖到這個合約結束之後 才會真正去解決他的婚姻問題 所有人都是這樣 可是他要拖到解決這個 拖到合約時間 不會太久 但問題廣告商來說 那我現在可是損失啊 因為我本來可以強打的廣告片不能打啦 好那我問你 廣告商是不是會跟你講說你違約 我哪裡違約了 啊你去開房間 我沒有開房間啊 我說了我是跟我的前輩請教問題 我哪裡是傷形象了 所以當廣告商要跟你求償的時候 那是不是會打官司 這官司都打下去之後 合約時間就過了 很多藝人都是透過這個方式解套的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我都沒有看過 說藝人出了問題 或報仇文之後 有違約的 因為他一定會拖時間 他會說真的跟我沒有關係 甚至於藝人第一時間都會先告媒體 啊什麼 因為他要解套 他要告訴他的廠商說 你們弄錯了跟我沒有關 我甚至懷疑這幾天傳出來 那我幫大家解答 傳出來有可能是橫濱大谷翔平去報的料 對 你相信嗎 你或許會相信 好那我現在我反過來問各位 如果今天我是浮淵愛 那如果是大谷翔平害了我 我可不可以拿這個告訴我的廠商說我被他害了 可以啊 我又沒有要在他開房間 是他約我去橫濱的 然後他說他要吃我的冰淇淋 而且莫名其妙 他一直說我性情不好所以要陪我 他人就熱心的陪我啊 然後我就說我要從橫濱我要回通信 他說那麼遠 那這樣好了 我跟那個飯店也很熟啊 我們就一起去那邊那個好多個假 你心情不好嘛 那我已經訂了兩個房間 所以我就去了啊 從頭到尾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啊 對不對 那干我什麼事 我有違約嗎 我沒有啊 我沒有過關傾向啊 你害了我 你現在的說法就是 完全就是把整件事情推到了大谷翔平 Kawama的大谷翔平身上去了 從何況 這個叫什麼 Yoko Hama Yoko Hama大谷翔平 誰要管你的推給你就好啦 你是上班族 你又不是公眾人物有什麼關係 你替我解套一下吧 會死啊 很多時候是這樣啊 所以很多公眾人物呢 在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有各種解套的方式 可是你很難想像 而且你會以為說 啊 真的是這樣嗎 我管你相不相信啊 可是那你已經要講話 那之前被偷拍到那是什麼回事 你說 那就應該不是那個橫濱大谷翔平 他去卸的事情 而是媒體在扶冤愛回到日本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開始在跟了嗎 那我給你一個劇本 這樣他會不會告我 應該不會吧 不會啦 我們只是在推演啊 那我告訴你 我心目中的想法是 扶冤愛要跟 就是小愛要跟小姐離婚 然後1月的時候 他們就吵翻了 2019年的時候 他們就吵過一次了 那個時候扶冤愛 就帶了兩個小孩去日本了 然後他就告訴他老公 你沒有下一次了 結果他老公還是有下一次 他老公下一次就是沒有解決 那個婆婆跟大姑的問題 所以呢他就不爽了 他不爽之後呢 他1月他就自己去日本了 他去了日本之後呢 那他就開始了他的新生活 他也覺得說反正我要離婚了 對不對 而且我又開了公司 那他跟大谷翔平之間 橫濱大谷翔平之間 有沒有那個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就被拍了 那我認為 應該不是誰去爆料的問題 是他就是被拍了 那他被拍的那個當下呢 這個狗仔一定會問他的回應 對不對 一定會問說 小愛我們拍到你什麼什麼 他會根據你拍到些什麼 他大概知道說 哇完了 那個女性7大概會播的是什麼什麼 會登的是什麼什麼 所以我可以肯定是周刊文春的 那一篇應該就是有人放的 因為周刊文春的說法是小愛的朋友 可是那裡面講的東西太細了 老公罵你是對不對 什麼性工作者之類的 只有我跟我老公知道 對啊外人怎麼會知道 然後我大姑在家說了 這樣我姐又不會去講出來 還有我婆婆說我是經紀母 只有婆婆我跟小潔知道 那誰去爆得料 小潔不肯去爆料 婆婆不肯去爆料 那一定是你想出去 就算是小愛的朋友 也跟你小愛本身有關嘛 總之周刊文春的那一篇 顯然是小愛要挽回頹市 因為女性7已經要登這個東西了 那個東西對我的殺傷臉大 好我先問各位 當這個這兩個周刊都登出去之後呢 原本小愛以為有了周刊文春之後 可以挽回她的頹市對不對 感覺也是嘛 可是日本網友不買單嘛 狂轟她嘛 你是什麼媽媽 什麼什麼之類 你不覺得有人又出手了嗎 這幾天就有人莫名其妙放一個料說 其實小愛很可憐 她是被